走进海南大坡镇的果园 记者为什么要品尝 没成熟的小橘子 太酸了 太开胃了 为什么熟透的橘子没人要 绿油油的橘子 却每天供不应求 真的好吃啊 多少都要 有多少要多少 在海南 不管吃什么都少不了它 它还是许多热门饮品背后的主角 90%以上的话 都是来自我们那个大坡的 4000到5000吨左右 今天的生产有道 给您无比酸爽的30分钟 请您收看海南大坡 清新清爽 清金菊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生产有道 我现在是在海南省海口市大坡镇的门关园村 今天我来到这里呢 是带大家看一种当地非常有意思的特产 据说这种特产是熟的不要要生的 那到底这种特产是什么呢 咱们现在一起去看一下 猪大姐你好 你好 咱们这个果子叫什么 清金菊 这就是那个清金菊是不是 我发现咱们这个果园很奇怪 就是为什么熟的都在地上 这个树上反倒都是清的呢 熟的人家不要了 反倒要就摘成掉了 就不要熟的只要清的 只要生的 为什么呢 清的好吃啊 在海南大坡镇的这个果园里 熟透的橘子被扔在地上 而树上全是清果 这丰收的场面 是不是有点与众不同 这些就是我们今天带您来找的 大坡特产 清金菊 在果园里 我们遇到了正准备采摘的猪大姐 据说海南的清金菊 不仅在国内销售火爆 而且全球闻名 这不起眼的小橘子 卖点是什么呢 哪个是熟的 我摘一个 熟的 不能摘熟的 你这个是要 哪个是达到了 你摘的标准的果子 给我摘一个 这个也是可以要的 这个就是可以上市场了 上市场了 它会什么味道 酸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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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酸了 太酸了 还有一点点心 那个比较色是吧 那个皮的色味 皮的色 太开胃了 做小菜好吃 原来清金菊最大的卖点 就是它未成熟时 青涩的味道 这绿油油 酸溜溜的清金菊 怎么吃呢 走 我们带您去看看 最正宗的海南吃法 清金菊在海南名文侠儿 它扮演的最重要的角色 就是调料 文昌鸡 海南四大名菜之首 在海南 一直有无鸡不成宴的说法 无论大事小情 是朋友聚会 还是亲人团圆 宴席中 必有鸡的身影 白切文昌鸡 看似简单 但是要做好 却不容易 完美的白切文昌鸡 要求皮黄肉白 皮脆肉嫩 肥而不腻 美味上桌 但是在享用它之前 还差最后一道 点睛之笔 大家一定很奇怪 为什么我的面前 摆了这么多调料 其实它在海南 海南人比较助纣 食材的新鲜 还有它的原汁原味 所以不论是家庭 还是餐馆 他们除了食材本身之外 还会准备这么多种调料 你看这里有什么 有蒜 石锦酱 胡椒 酱油 辣椒鸡 就是每个人都会有 它独特的这种调料盘 而我今天要给你介绍的是 一个非常特殊的食材 青金菊 为什么用它 因为它的作用呢 是有一点点酸 就是你想吃很清爽的那种东西 就会用它来带不错 但是它的口感呢 又比醋的那种厚重的口感 又多了一股植物的清香 一股大自然的味道 非常好 那现在呢 我就调一份我自己的食材料 就是我的调料 先放一点 石锦酱 那是芹菜 我比较喜欢吃芹菜 有点芹菜 加点蒜 再加点酱油 好 还有葱花 最后 我就加 要加我们今天这个主角了 青金菊 用它的什么来调味呢 我就告诉你 用它的汁水 为了让食客 更容易得到这个汁水 它会在上面切个小口子 这个味道 好酸爽的感觉 让我两个腮汪子 酸酸的 就非常有食欲 它有那种橘子 轻轻的 没有成熟的味道 是轻轻的那种 非常非常香 很享受这种大自然的味道 你在餐馆会 反复看到很多人 每天都做这个动作 看 但一定要小心啊 不要 挤到你脸上 那就 很酸爽了 我已经闻到了 那个橘子的 酸酸的味道 用这调料 占我们这个 非常有名的 白切文昌鸡 绝配 来 吃一块 太美味了 别看 青金菊 小小一颗 但它的汁水 却相当丰富 在海南人的饮食习惯里 无论吃什么 入口之前 蘸上一点青金菊 调制的蘸料 那才是正宗的 本地口味 青金菊 主要分布在我国南部和越南 海南省是青金菊的主要产地 因为果肉细嫩 汁水丰富 再加上果汁甜酸适度 海南大坡的青金菊 闻名全球 果汁的价格高不高 现在可以 今年可以 今年可以 今年大概最高的时候多少钱 最高 九块 九块钱一斤 那最便宜的时候呢 五毛 它差距这么大 为什么呢 夏天的冬天 夏天 就是说 夏雨天便宜 夏雨天便宜 凉了 天气凉了 为什么天气凉了会便宜 人家稀少 水巴还少 就是用的少了 就便宜了 市场用的少 就是夏天用的 就是吃的人会很多 所以它的价格就上去了 我发现了一个 特别有趣的现象 就是这一棵树上 有刚开花的 有刚出果子的 还有这个果子大了的 这一地 都是果实成熟后 掉到地上了 现在是不是这个树的成熟季 一年期都丰收 一年四季都丰收 就是一年四季既开花 又结果 还丰收 那既然它一年四季都丰收 那不就是一年四季都能挣钱吗 可以啊 虽然青金局一年四季 都可以开花结果 天天都能收获 但是每天留给猪大姐的采摘的时间 并不多 大姐啊 这怎么剪啊 剪什么 剪这个大的就好一样了 大的 我看啊 是每天都得剪是吧 可以在那里剪 那你大概每天都什么时候来剪啊 差不多下午 为什么要等到下午啊 下午的木会大了就不要 哦 木是太大 不要 还这么多讲究呢 嗯 木大了 湿了 要瘦的 要臭的 嗯 在潮湿的海南 一天中 青金局采摘的时机 只有午后两三点 到日落前的几个小时 只有青金局上的露水退去 才能采摘 再加上随时可能下雨 每天留给猪大姐的时间就更少了 青金局一天一摘 一天一架 如果今天少摘了 又赶上价格上涨 那就意味着要少赚不少钱呢 你每天装这样的桶 能剪几桶啊 一天啊 一天 十桶 十桶 哦 我觉得这一桶要剪满了 也挺重的 重八斤 八斤啊 这一桶 现在 青金局种植 已经是海口市穷山区 重要的特色水果产业之一了 2020年 穷山区大坡镇 青金局的种植面积达到了1.8万亩 年产量2.600吨 产值达1.1亿元 您这一棵树大概有多少量 大概一年两百斤左右 每日都收啊 每天都收啊 每天都收 那把每天都要啊 都什么人来收购 有收工箱啊 商案 那你不用操心吗 没有操心 哦 只有自己摘就可以赚钱啊 只要摘就赚钱 哦 那不错啊 那收购商 收的量大吗 大 多少多少都要 有多少要多少 那你种这个很省心嘛 看来是 还有收入 那一年能给你带多少收入 差不多一万左右 虽然青金局的价格有波动 但是猪大姐并不担心 而是对青金局的市场充满了信心 对这里的村民来说 种上几亩青金局 就是一年四季 日日进账的保障 夜幕降临 大坡镇上 大坡镇上代名的工厂门口 开始热闹起来了 有多少斤 大坡镇上代名的工厂门口 大坡镇上代名的工厂门口 那大概这个300斤 你估计能卖多少钱 两块钱 收购房一块钱 收上来一块多钱 代名在大坡镇 经营着一家青金局收购点 他也是国内 数一数二的青金局销售商 他每天要做的工作 就是把今天大坡镇 能采摘的青金局收集起来 筛选分类 然后发往全国 我们是每天这个时候的话 农户的话 会把这个货送过来 送过来的话 我们这里现在是歇货环节 歇货环节 歇货入户 后面的话会有一个分减 用手工的话会挑选一下 就是会把那些瑕疵的果子 把一些不良的果子 会把它挑出来 开过来之后的话 我们在后面的话 会有个分级 分级怎么分 是按照大小来分的 大小分几个级别呢 我们现在是分有七个级别 七个级别 为什么分这么细 我们是根据客户 不同的要求 来分出它的大小 匹配给不同的客户 在使用 青金局的采摘时间 给代名在内的 所有本地销售者 制定了完全不同的 工作时间表 收货的话 是下午的六点钟左右 我们回到工厂分减的话 从七点钟到八点钟开始 那大概会持续多久 大概的话会到半夜 就是凌晨的三点到四点 每天青金局采摘结束之后 代名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天亮之前 这些新鲜的青金局 就踏上了离开大坡镇的旅程 分减完了 马上就要发货吗 是的 我们每天的话都会 分减完了之后的话 从大坡发到传播各地 中午采摘 晚上分减到凌晨就已经发货 最快的速度第二天 新鲜的青金局 就已经到了客户的手上了 代名只是本地收货商之一 每天就能向外运送 近五万斤的青金局 这么多青金局 到底卖到哪里了呢 我们现在目前的话 比较大的话 我们是当地的话 就是说餐饮的话在使用 最大锅 大锅 对的 中国的话和小锅的话 我们是发外 岛外的市场的话 他们在使用一些餐饮 一些那个联绍品牌的 那种饮品店在使用 我们企业一年的话 大概是在四千到五千吨左右 我们现在国内使用的餐饮 和饮品店使用的青金局 90%都来自我们海南大坡的青金局 其实青金局在国内的市场非常庞大 许多知名的快餐店销售的饮品 都是使用青金局作为原料 说不定您平时常喝的饮料里 就有来自大坡的青金局 可以说是隐形的大咖了 当然 青金局也是可以成为 绝对主角的一种食材 那现在呢 我就给大家介绍一种 用青金局制作的 石下海南非常流行 非常热门的饮品 那就是 金局冰茶 嗯 酸酸甜甜 冰冰连凉非常好喝 那它到底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呢 现在 青金局也渐渐开始转换角色 从幕后走到了台前 从配角升级到了主角 在海口市一家热门的川菜小吃馆 就有这么一道 为青金局量身打造的时尚饮品 那现在呢 我就请到了 小孙师傅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金局冰茶 到底是怎么制作的 那我看有这么多调料 孙师傅给我来说一说这都有什么 这是茶叶 茉莉花茶 茉莉花茶 是的 那为什么要用茉莉花茶 因为茉莉花茶的茶香会比较浓一些 这是我们的青金局 青金局 采用的是当地新鲜的也是特产 这个我很感兴 这是我们的蜜制的金局汁 然后是用青金局的汁 然后进行熬制成的 这是我们的蜜制配方 那现在就开始制作了 好 然后这是我们选用专用的泡茶的桶 茶叶大概100克左右 这个要用热水马上给它泡开吗 是的 然后选用开水 开水 这个有时间要求吗 有 泡制40分钟 还要泡制40分钟那么久 是的 因为把茶的香味才能泡出来 你要用这个茉莉花香 让它这个 对 进去还要香一点是吧 对 但是不能泡得太久 泡得太久的话 茶就会有一些苦涩的感觉 对对对 等待 40分钟 还对一个计时器 我们这个茉莉花茶现在已经泡好了 那我一直非常好奇的就是 它这个用金局汁熬式的这个 带有秘方的这个汁水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味道 我给大家尝一下 它很像 说那个 如果北京人吃唐人 那个糖色 看有像这个东西 嗯 好好喝这个东西 水果棒棒糖 它的味道就很加嫩的 但是又带着一股 水果 就是自然的味道 非常好 来吧 开始了 好 我已经破皮了 这个大概是六斤水 然后这个是加 一百五十毫升 这现在有多少 这现在是 大概是三百 哦 叫加一半 是的 哦 这样 那搁在这个茉莉花的茶水里这样着啊 是的 然后用茉莉花的茶香 再加上金局本身自然水果的一种清香 来去结合它 那搁多少白肠 白肠的话 这个大概是八百 八百毫升 我们只需要加一半就可以了 是的 是的 然后把它搅均匀就可以了 就好了 是的 就这么简单 但是味道就很不一般哦 是的 装杯的时候是要加冰块 然后再加上 新鲜的 新鲜的 调好的时候 要加几颗 这个是有规定的吗 有规定的 一般的话 像我们这个杯子的话 就加三个 三个 对 三个进去 要拿这个过滤网 要过滤一下 为什么要过滤呢 因为它进去里面有紫 有紫 我们要拿着 把那个紫要过滤掉 因为有时候拿吸管吸的时候 会很容易 会总的过滤掉 我很好奇 来 我先示范一个给您 好好好 就这样子挤 只要它的汁水 对 只要它的汁水 然后挤完之后 然后把它再放进去就好了 这样啊 是的 然后它这个汁是不要的 原来金桔冰茶里的青金桔 并不是简单的泡在茶里 而是需要先挤出汁水 再过滤掉籽 最后把五籽的青金桔 泡在茶水里 混合蜜质的青金桔蜜 和新鲜的青金桔汁 把醇厚和清新 调制在了一起 这就是金桔冰茶 美味的秘诀 入口清甜又有回甘 青金桔的味道 在这道饮品中 被发挥到了极致 我试试啊 哎 好嘞 对 要把籽挤出去才行 是的 是的 我已经洗过手了 而且这杯是做给我自己喝的 再有一个哈 是的 一定要把这个籽挤干净 对 要不然就是会堵住那个果 是的 就是喝起来可能不太方便 这样的话喝起来就会比较方便一些 好 好嘞 就三个 好嘞 就可以了 然后接下来就开始加冰块了 先加冰块啊 对 加冰块 进去冰茶冰茶 一定要冰才能好喝 我快把这一碗都加完了 好诱人哦 好好看 看还有它那个纤维在里面 是的 还有最天然的橘子那种果香的味道 是非常好喝的 有管吗 我自己有这个管吗 这也告诉我 我看看自己做的 什么味道 跟他们做的是不是一样 好不好喝 自己做的当然好喝 好想 在这家小店 热辣的美食 配上清爽的金桔冰茶 冰火两重天 太过瘾了 小生 这个在这儿 多少钱 这么一个 这一杯呢 大概就是19块钱 19块钱 是的 不贵 不贵不贵 那它销量怎么样 销量也是非常好的 因为它和我们的麻辣汤是必搭产品 一个月大概就是几万杯 哦 那销量很可观啊 对对对 所以来海南一定要亲自尝一尝这个本土的最具海南特色的金桔冰茶 如果来海南 您一定要尝一尝绿油油酸溜溜的青金桔 这个小小的水果不仅在海南风靡也早已成为全国水果市场上的抢手货 市场越做越大 产业越做越强 雄山区大坡镇的村民们靠着清新清爽的青金桔打造出了一个充满活力的热带高效特色产业 现在目前雄山区的话有大概三万亩这个种植面积 我们计划的话呢 两年内能够扩大到五万亩 下一步的话呢 我们是想着再结合我们互联丸企业 在我们这个筑集农业方面 在加巴利 把我们雄山的水果 雄山的农产品 推往全国各地 能够这个 雄山区大坡镇的大坡镇 雄山 雄一船